孔明二气周公锦 周瑜啊 刚好了的那个伤口又崩开 当时就躺倒在船头上 崛气了 昏过去了 谁少得了 好几千人站在江边这一块嚷嚷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词是谁教的 孔明先生 周瑜这一记也挺厉害 就这美人记啊 宫锦熟读兵术 他用的是孙子十三篇战术之中史记篇里边的美人记 史记篇四记之一啊 那就是说美人记 空城记 反间记 苦肉记 其中最厉害的可以说就是这个美人记 兵书上说 养其乱臣以迷之近美女 银生以赫之 遣良全马以劳之 周瑜这记是不错 这就是六头之中的文法 罚其情啊 可是这招啊 叫人家诸葛亮给识破了 没灵 在美人记没手 让人家把美人还灵走了 你说这哥谁不我呢 周公锦他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五主孙权 去见东吴的文官武将以及黎民百姓 气坏了 其实啊 这气的还不够呢 这才第二气 第一气气完了 就在那南郡那儿 第二气在这儿 这叫真正气人呐 周瑜这气性也是大 气一回死一回 这回呢 这回武将们紧急一忙和 都都算苏醒过来了 怎么办呢 别跟人家打了 拜吧 打败而归 损了不少的兵 丢了不少的船 人家诸葛孔明也好不追 哎 人马列到江边 嚷嚷一通 完事了 掌着得胜骨回了荆州 回到荆州去 刘玄德靠赏三军 文武百姓 一席 给刘皇叔贺喜 皇叔在东吴 找了坠了 在那庆祝了一番了 荆州这还没怎么大庆呢 您不回来了吗 咱们热闹热闹吧 人家那是开怀畅饮呐 热闹非凡 甭提着荆州多么繁华了 您再看看东吴的柴桑 是冷冷清清 昭都督被众将扶回来之后 他报病写了一封书信 请吴侯立即发兵 兵发荆州夺回郡主 却辞大恨 无助孙权见着周瑜这封信 也气得是怒法冲冠 孙权一看这魂得了 赶忙吩咐 把张昭先生请来见我 张子部赶忙来 主公唤我有何吩咐 张先生 你看看这封信 这简直不得把人气死吗 他们这是回我家都督 我要发兵了 我想派成普为元帅 黄盖为副帅 卢子敬和你 随军前往 大战京乡 夺回九郡 抢回我的妹妹 杀死刘备你诸葛 于我家都督血恨 不知先生一想诸葛 张昭看完了这个信 想了想 哎呀 主公啊 不可这么做 为什么 主公 成大事者 不屑小尺 立大功者 不居小量 昭文 霸天下者有三界 物贪物愤物极 贪则多失 愤则多难 极则多绝 沈大小而徒指 物用贪 横笔己而失之 物用愤 若缓急而不知 物用急 君能借此三者 愚罢尽一 草草日夜 思暴赤壁之恨 又恐孙留同心 故为兴病 今主公若一意 实之不平 自相吞并 草壁乘虚而入 我东吾威夷 虚读其无细作在此 若探知孙留两家不睦 草壁使人勾结刘备 悖剧中午 闭头曹操 那是江东则无宁日 为今之计 主公应使人赴许多 调刘备为荆州目 曹操文之 则在不敢加兵于东南 刘备亦敢主公之推荐 然后主公可用心服之人 使反奸之计 令曹刘相公 武乘夕而徒之 斯维德尔 张子布不是吃干饭的 瞧人家这番话说的 把孙权给说了一个心服口服 他的意思是 您别看公锦来信了 信上写的 那个言辞很激烈 就是说立刻发兵报这个仇才好 现在咱们不是已经吃了这么个亏了 用不着着急 轻重挽急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您得好好琢磨琢磨 急则多绝 这时候你要再往前一跑 说不定摔的那个跟头 还得大 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 不在眼下这一时 哦 先生 所言甚善 可是该怎么办呢 就这么不声不响 把这段事撂下 嘟嘟这个气不平复 哎 姑爷不安哪 我这气也顺不下去 张昭一听他不要紧 主公民可以写一封书信 宋王许多 交与曹操 宝举皇叔 为荆州墨 您这么这么这么去办 您还行不行 哎呀 太妙了 多谢子部教我 天生少措 说着话 孙权亲笔写了一封书信给曹操 先生 这信应该派谁送去 呃 主公啊 我看就让华欣去吧 这个人足智多谋 准能把这事情给您办好 嗯 言之有理 来 请华先生来 来华欣找来 孙权当面怎么一说 华欣挺高兴 主公放心吧 我明日一早动身 华先生第二天收拾完了 带着这封书信上了路 上马 上船 下船 上马 又有水路 又有汗路 一直是来到了许多 先到管义 安歇 在管义门前 一下马 一族跑出来 一问 哎哟 可这还料到 哪来的 东吴来的 好家伙 东吴把我杀了个落花流水 把我们曹丞相打得连北都找不着了 嘿 今儿还向这串门来了 快点 行吧 挺客气啊 你家 两国相争 不展来史啊 华欣呢 大大发发的 你还别说 东吴还真有人才 不论是文官武将 全不康啊 到了管义 休息休息 咱们一打听 曹成相府在哪儿啊 我来下书信来 哦 一族这才告诉先生 哎呀 您来的可不巧 丞相没在家 哦 曹成相现在在哪儿呢 据说是丞相 上童雀台去了 哦 那好 明日我到童雀台 哎对了 您去还真是个机会 因为我家丞相在童雀台那儿 是大雁文武全臣 华先生打听明白了 心里头有了底了 那儿找去吧 真上童雀台找去 可不是真去吗 别说童雀台啊 你曹孟德在哪儿 我也得把你找着啊 因为主公 让我给你送信来 非建筑本人不可呀 曹操确实在童雀台那儿呢 孟德公自从败回许都之后 当然也够我活的 赤壁大败 83万人马 上猫雕那么点人了 心里头能好受吗 曹成相这怒气是始终未消啊 他长思进兵报仇 还得跟孙权打一仗 把刘玄德也烧着 不摆这俩面子 这心气难平 可是曹操心眼多呀 他早就听说了 说最近刘费和孙权这两家呀 特别见乎 据传说还要结亲 曹蒙德半信半疑的 孙权的妹妹 孙郡主孙上乡才多点岁数啊 刘玄德多点岁数啊 大概这是谣传 可是这戏作呢 也没回来 他派去的奸细 可临走的时候 丞相有话 你别去了就跑回来 到我跟前说个秃鲁反账 就那么三言无语 再问什么也说不明白了 不行 你就给我住在那 别见点事情 就大惊小怪 赶快来报我 你把事情全都给我探明白了 来容去脉 到底是怎么回事 言达那么闲 促达那么酸 弄清楚之后 回来再告诉我 所以这戏作也不敢轻易跑回来禀报 孟德就为这个事还请纳闷呢 这回在同阙台大宴群臣 什么意思呢 也没什么意思 他想要在同阙台前演一演舞 给大家伙一体精神 操练操练人吧 看看许多 这还有好多人才呢 就这么着 孟德奔同阙台来 和这同阙台就漂亮 这台修的是面临张合 中为同阙台 左为御龙台 右为金凤台 各高十丈 台前有两座飞桥 千门万户 金碧辉煌 孟德望同阙台当中这么一座 大台酒宴 闻列东 五列西 一个个 一棍出处 林林威风 哦 曹丞相这派头 可并非是当初 华容道可比浪 光着个膀子 骑着个没安子的马 那是什么年头的事 今儿望这儿这么一座 和这位过来给敬酒 那位补菜 曹丞越喝越高兴啊 刚要传令 干嘛 在同阙台前言武 这话还没等传出来 启禀丞相 同阙台下 有人求见 嗯 来者何人 东吴史辰 华欣 嗯 嘲嘲一乐 喝 孟德心想孙权 你行啊 你啊 刚把我打了个鼻青脸肿 你派人来见我来了 嗯 这人来此自身 兵丞相 吴主孙权写来了书信 他要面交丞相 哦 你去对他说 先把书信 与我呈上来 尊名 去了功夫不大 真把信拿来了 曹操也没当回事 把信接在手里 一边喝着酒 一边看着信 把信拆开了 这么一瞅 吼 梦德那脸色 刷的一下 这么一变 当浪浪 怎么了 把酒杯扔地下了 这还不是诚心扔的 这杯是顺手一滑 掉下去 文武群臣在两边看得很清楚 大家都一愣 成郁挨着曹丞相坐得很近 牟师程先生这么一看 这怎么了 丞相 怎么这信还没等看完 把酒杯扔了 信上写了什么惊人之语呢 他往下以拂身 滴滴的声音问了 丞相 您率万马千军 在史实交功之际 刀光剑影之中 身先士卒 泰然自若 今见此信 何故如此失今 先生啊 你先把信拿回去看看 就明白了 成郁把信接在手里 这么一看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曹操点了点头 程先生 信你看明白了 学生我看清楚 哦 这封信好厉害啊 刘备乃人中之忠 生平未尝得水啊 今得荆州是困隆入大海已辜 心安德不动哉 信上写得很清楚啊 孙仲某 不单承认了刘玄德的这门亲事 而且看来 京湘九郡 你东吴 要拉起手来 那样 老夫赤壁之耻 今生难学啊 再打东吴的希望没有了 哦 成郁微然一笑 丞相 您可知 华心之来意 嗯 梦得沉浸了片刻 我倒要听听先生的高见 启禀丞相 此次华心 持东吴主孙权之书信 来建民宫 此乃一记 这封信写的什么 您也看清楚了 信的内容主要是 按刘备之心 塞丞相之望 学胜 我也有一记 使孙刘两家互相秉吞 丞相 可乘其系而图之 一股 二敌 巨破 看来这高人可有的是 张昭出的这个主意啊 让人家成郁先生 给看破了 您别听这套丞相 他这是吓唬咱们 这不是来信了吗 信上写着 让您在天子面前 饱奏刘皇叔 做荆州牧 看来这荆州就给了刘备 这就算呢 把刘玄德给安抚住了 你闻闻当当的吧 刘备不但高兴 还得感谢孙权呢 另一方面呢 把您的希望也给断绝了 您别抱赤壁之仇了 您再想进兵东吴啊 不可能了 这么一来丞相 您必然生气 要没有刘备在这挡着 没有京香九郡 这么挨脚 您不是就过去了吗 这样的话 您非跟刘权德打起来不 您要跟刘备这么一打 孙权好伸手 他好把那京香九郡 滑了过去 咱们呢 不上这大 我也有个主意 咱们让他们两家打 让孙刘两家打起来 丞相您借着这个框 插进去 一股二敌揭破 我让他们两家都挨了 曹操一听高兴 陈先生 快讲快讲 您寄精安处 丞相 东吴所以者 周瑜也 我想您应该表奏周瑜 为南郡太守 再表奏成谱 为江夏太守 把来投书的这个人 就是华欣 留在朝廷 不放他回去了 待孙刘两家相公之际 我称其相拼 而图之 不以善乎 程先生这招可真厉害 说东吴以仗的谁呀 就是周瑜周公姐 这回您呢 给周公姐来大官做 让他做南郡的太守 把城府那人给封了 这反正你不管到哪 这都是人家汉县帝的天象 你得听封啊 皇帝怎么一封这几家 非高兴不可 封完了可是封完了 但是空呗 南郡 人家留败站着呢 周瑜能让他吗 哦 你在那儿站着那地儿 我空顶着咱们一顶 南郡太守的帽子 城府也一样 城府当江夏太守 他当不了 江夏也归人家留贝诸葛亮拐 他也得着急 这么着 他们两下就得打起来 趁着他们一打 咱们就把他们这些地方 全拿回来就得了 额丑孙流不灭 哇哈哈哈哈 被曹操给恶坏了 先生妙言三五句 使孟德顿开谋赛 吩咐人来啊 请华先生 被华星给请上了同阙台 华星过来 见过曹操之后 孟德给他的文武做了一番引荐 然后在上锤手 看座 孟德亲自给华星满了三杯酒 招待的非常热情 说什么也不让华星走了 我明天就上表 你得听个回信 第二天 孟德真的上表了 他那个表就是个形式 他说封谁就封谁 封谁是什么就是什么 不过呀 递那么个本章而已 皇上得听他 要不怎么叫协天子 令诸侯呢 华星针就走不了了 然后这会圣旨和喜报是一块下 就吓到了江洞 吴侯孙权当然高兴了 他知道曹孟德已经中了 我谋士张昭的计了 其实他哪知道啊 曹错人家这也是一计 周瑜接到了这个旨意之后啊 这病好了一半 感情谁都怕这个 那当然了 进封为南军太守 那不简单啊 名副其实了 你别看你在东吴怎么折腾 东吴的大都督 那也没有这顶桂军厉害啊 这么一来 周瑜恨不得一口 就把京香酒郡都给吞过来 他立即给孙权写了一封密信 请孙权啊 派鲁肃前往荆州 找刘备和诸葛亮 要地方去 我另有安排 孙权见着这信 当然高兴了 立刻就把鲁肃先生给找了 紫禁啊 上次你跟刘备和诸葛孔明 怎么定的 紫禁一听 主公定什么呀 嘿 孙权一想 这位可真高啊 哦 刘备写完了戒条 你给打着宝 你忘了 你不是把荆州 借给刘备了吗 啊对呀 有这么回事 这主公您知道 孙权这期我是知道 他得借在什么时候去 你去给我要去 把京香两地 给我要回来 哎呀 紫禁一听 那可不行 主公 刚出戒的时候 我们讲的明白 人家刘备和诸葛先生说呀 他们得得西川 把西川取过来之后 才能还荆州 人家得有个地方待 据我所知 孔明先生和刘皇叔 还没去取西川 人家没去取的地方 咱把荆州要过来 那人家上哪待着去 讲戒讲 还事不佳呀 那还得有个信用呢 哎呀 紫禁这几句话 把孙权了给气乐了 孙权一想 你可真行啊 紫禁 这就是你呀 换别人跟我说了这番话之后 我立刻推出去 将其斩首 我非把他宰了不可 你说你这人 哎呀 孙权也没办法 他倒不是恨紫禁 他生气 而且还着急 紫禁的为人 孙仲谋知道 这是一位宽人长者 你宽人长者也得分一分呢 你看把那地方 三三五次你也没要回来 而且借个人家 借人家米还给当宝 现在一问你还有这么少理由 你说你这是站在哪里说话 气得孙权 唰没脸就沉起来了 紫禁 主公 你把那借条给打了保了 你想借个他多少日子 难道把荆州 借给刘玄德 到老死不成吗 孙权真生气了 紫禁有点害怕 知道刚才失言 不应该这么说 主公 对 那倒不是 不管怎么说 我命你明日一早 去讨还京都 说完了 孙权啪被刨袖一展 走了 孙权啪 紫禁坐在这盒愣了半天 心说又让我要去啊 怎么办呢 要去吧 谁让我是保人呢 我算计这事啊 差不离就拉倒了 因为什么呢 郡主都给人家了 实在亲亲了 还跟人要什么荆州 感觉主公这茬根本没忘了 还得要去 要去吧 他从孙权这儿出来 到柴桑见周瑜 爷见龚锦 都都 主公 让我去要京州 周瑜乐 紫禁 这回再去 你可要多加小心 中阁孔明诡计过人 你再也别上他的当 嗨 紫禁怎么一听 龚锦呢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既然主公下令 让我讨魂京中 他们是那样的亲戚 人家都不顾了 我怕什么 我是个局外之人 我还能拉不下脸来 这次去了之后 我就问一问 玄德赫空明 你们到底打算咱们这 也确实是不像话 说取西川也不取 就在京乡这地方嘎巴着 根本就想要这了 那你摆我田家县干什么 你要有本领 你就跟东吴说 说这地方我不给了 别打我卢子敬当求说 这回我去了 他要不还京州啊 我就碰死在他的府地 我也不回江东了 周瑜乐了 怎么 看来这老是人急了 也挺厉害呀 紫禁这回是沾火了 龚锦劝慰了一番 又嘱咐了一气 到那说话留神 诸葛亮说个什么事 你别轻易就信咯 那个脑袋多绕几个圈 紫禁一听我记住了 这回我也不轻易说话 我也不轻易听人家别人的话 我看孔明还跟我说什么 大仗励事 以忠信为本 这一宿啊 看紫禁这觉都没睡好 第二天一早 梳洗完毕 带领二十名小校 这回还拿点什么礼物 不拿了 什么也不拿了 做三三又五四 给你送礼去 你也不讲礼 不给了 就奔荆州来 黄叔已经知道了 就问孔明先生 先生 紫禁又来了 刘备是怕了鲁肃了 他准时又跟我要地方来了 孔明先生一看主公 您莫慌 如果紫禁提起荆州的事情 您就如此这般 好 我记住了 玄德与孔明 把紫禁给接进了帅府 鲁肃望着一坐 刚刚提出荆州二字 刘玄德是放声大哭 好厉害的诸葛亮 他要三气周瑜